刘德华的素颜照太可怕了,难怪粉丝杨丽娟对她的追求如此疯狂。 刘德华在90年代的时刻是无数女人心目中的男神呢,那时候是个女人就有八个是想着嫁人就嫁刘德华这种的,有钱帅气,人缘还十分好,不过花子在当年也是有了本人的对象,就连后来结婚了大家都还不晓得,想必晓得了不少人会生物痛绝吧。 刘德华年轻时真的不是一般的帅啊,不过现在的她虽然时间在流逝,但是她也好像没有多大的变化呢。 作为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是华人娱乐圈影,是歌多期发展的代表之一,在电视、电影、音乐等方面都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代表作。 刘德华凭借《猎鹰》走红,1982年开始设足影坛,代表作有瘦身男女事故等。 刘德华五官端正轮扣分明,不得不说真的很帅,小编我一个男人都这么认为了,何况是女人们呢?难怪有粉丝为了她如此的疯狂追求。 我们都知道明星们拍戏都是很辛苦的,经常耳夜被剧本更是成为了一种习惯。 但是这也使得了眼睛有了一些伤害,就如我们最常见的就如血丝腾阳干涩这些症状,这也使得了我们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疲惫。 不过听闻刘德华有分享她经常引用明刚潮,这些情况也得到了很好的环节呢。 在某宝上描到的,笑笑跟着尝试了六个星期,效果真的还不错,视力降低了两百度不止呢。 1978年出生的杨丽娟在16岁的时候,因为梦见了刘德华后就迷恋上了追星,此后初中没念完就辍学在家疯狂收集有关刘德华的资料。 父亲杨琴既为了助女追星卖房举债,甚至企图卖肾。 想必杨丽娟追星事件,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杨丽娟,甘肃兰州人,从16岁开始痴迷香港歌手刘德华,伺候辍学开始疯狂追星。 杨丽娟的父母劝阻无效后,开始卖房卖圣意筹资,供他多次赴港其父精寻见刘德华。 2007年3月22日,曾经赴香港参与刘德华歌友会,实现生平夙运。 不过,其父最后由于杨丽娟的追星行为而跳海身王。 如今,杨丽娟说他不再追星了,但还是想跟刘德华见一面。 现在杨丽娟在兰州一家商场做导购员,一个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住在仪式一厅的连租房里,他睡卧室,母亲睡客厅。 家里除了一台别人送的全自动洗衣机,就没别的家用电器。 虽然生活单调,过得也不富裕,但杨丽娟却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时隔11年的杨丽娟再次现身,她跟记者谈了她的现状。 现在的她已经不再追刘德华,不关注刘德华的任何事情,但偶尔听到有刘德华的消息,还会心里一惊。 毕竟是自己害死了父亲,如果当时她能理智一点,父亲也不会死,这件事是她一辈子的心病。 我很后悔当时的愚蠢,杨丽娟说。 说到花子,而刘德华2008年跟朱莉倩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 可谓是伤透无数女粉的心。 结婚4年之后朱莉倩为刘德华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屈名刘相慧。 朱莉倩英文名字叫Kero,1966年4月6日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有五个兄弟姐妹,家境富裕,父亲做地产和酒楼生意。 1984年她和姐妹参加当地的新潮小姐选美获得继军,所以说,朱莉倩也是个货争价式的千金小姐,配不上华子只是有些人的无极之谈。 刘德华和妻子朱莉倩在1986年相识,2008年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如今刘德华的宝贝女儿刘相慧已经6岁,刘相慧样子漂亮可爱,比高高眼大大,似妈咪朱莉倩,将来我想也会是一个大美人。 刘德华6岁小女儿,穿着朴素,如果不是被刘德华牵着手让人很难想象这竟然是一代天王刘德华的千金。 年轻的刘德华是那么的潇洒,那许多潇洒的举止,尖叫着,他在娱乐圈里那是国王级的人的一部分,也有了更多的老的味道,人们不得不佩服他这么多年的维护。 天王嫂朱莉倩虽然年过半百,可这素颜真不是吹的。 身段优美让人大赞不已,看到这么富有曲线美的朱莉倩,难怪华子那么爱她。 一看华嫂就是心地善良,人清纯,贤惠温柔。57岁的刘德华素颜。 不得不说,刘德华这么多年身材保持的确实非常的好,从来都没有发胖的迹象,直到今天还是很多人心中的男神。 卸了妆之后的刘德华,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瘦,甚至脸颊都好像快要凹陷下去了,但是依旧显得非常的年轻,感觉和上妆之后没有什么区别。 年近60能保养这样也很不容易,再说这个岁数的话子并没有退出娱乐圈,现在还在不停地奋斗自己的事业,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 小编认为不管刘德华年龄多大,时刻不忘为事业和梦想而奋斗的人永远都是最美和最值得称赞的。